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熟知的太阳 太阳无时无刻正在进行合伦合反应 但事实上除了白天可以看到合伦合之外 晚上也可以看得到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满天的星斗 它们跟我们的太阳一样 也无时无刻的正在合伦合反应 让我们的夜空点缀得非常的缤纷漂亮 那么这些恒星的反应 跟太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焦点回到我们的太阳身上 来看一下我们的生命全员太阳 它是怎么样进行合伦合反应 而且它放出多少的能量 首先太阳呢 它大概每秒钟可以产生 3.85乘以10的26次方交易的能量 而其中又有1.73乘以10的17次方交易的能量 抵达地球 这个数字太虚幻了 所以老师帮大家换算一下 换算的结果发现 太阳一秒钟抵达地球的能量 可以让台湾使用3个月的电力 那你会觉得说老师1秒钟跟3个月 感觉也还好啊 我再帮你换算一次 如果太阳抵达地球的能量 算成1年份的话呢 台湾可以用多久 答案是770万年 哇实在是太庞大太庞大 太阳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核荣核反应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那同学应该还有印象 我们在第四章曾经介绍过 就是当两个原子核靠得够近的时候 它们融合型的新的原子核 就叫核荣核 同学那我们课上完啦 核荣核就这样嘛 但你看一下我们的时间轴 还这么长耶 所以呢事实上 情况不是这么的单纯 为什么核荣核不是这么单纯呢 同学还记得吗 原子核是由什么组成的 里面一定有直指 而直指一定带正电 两个正电之间会互相排斥 所以当两个带正电的东西 互相排斥的时候 它们就有机会弹开来 就像我们的动画一样 那既然无法接近 怎么能融合呢 OK 因此我们现在来克服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两个原子核靠得够近 答案就是 只要温度够高 它们两个原子核跑得够快 就有机会靠得够近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呢 就是在核荣核反应的时候 需要有够高的温度 当原子核的速度够快 在静电排斥力 把它们两个推出去之前 融合就可以了 就像底下这个动画一样 我们成功达正核荣核 接着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太阳来看一下 太阳究竟温度要有多高 才能形成核荣核反应 太阳的表面温度达到了6000K 这个温度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难以想象的 但是 还不够热 发生核荣核反应的地方呢 必须要有1000万K的温度喔 它才能产生核荣核反应 哇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我们就不禁想要问一个问题是 那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原料 为了让太阳发生核荣核反应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太阳的组成 太阳呢 里面有73%是氢 有25%是氦 所以你应该就可以猜到 太阳主要核荣核反应的原料是 没错啦 就是这个73%的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太阳的核荣核反应 我们主要有三种 我们一一为大家来介绍 第一种呢 当然就是用刚刚的73%的氢 两个氢原子核呢 只要能够靠的构境 发生核荣核反应 它们就可以产生很多的能量 而且产生刀核 跟正电子跟微中子 那么这个反应 如果同学还有一印象的话 我们在第四章 曾经介绍过弱作用力 弱作交互作用 那边有一点点相关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OK 好 那同学我们回到正题啦 核荣核反应 就是你会问个问题 比如说老师那如果 氢原子核都用完了 只剩下刀 那太阳不就玩完了 不用核荣核了吗 不用担心 刀原子核啊 它还可以跟氢原子核 进行第二种的核荣核反应 刀跟氢反应完之后呢 可以产生氦3 也就是氦的同位素 又同样的问题啦 都变成氦3之后 就不用完了吗 别担心 两个氦3 还可以发生核荣核反应 OK 它们就可以核荣核反应成 氦4跟两个氢原子核 这就回归到我们前面说 太阳的组成主要是氢跟氦 就是这样子来的 OK 所以我们目前就不需要担心 太阳和融合反应会不够 因为实在是太多种类 可以发生核荣核反应 那我们把这三种呢 如果按照顺序排列 依序排列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 太阳和融合反应的净反应 就是四个氢原子核融合成 一个氦原子核 那目前太阳还有73%的氢原子核 因此我们还不太要担心太阳不够用 它还可以继续继续继续的发生和融合反应 OK 那同学 和融合反应既然这么强大 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 应该把它拿来用 来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呢 没错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的确就有拿来用 比如说 电影里面就用到了 Iron Man 大家应该看过嘛 男主角在病离死亡之际 他做了一个和融合的反应融心 放在他的心脏 提供他的能量 那这个模型呢 就像右边这个投影片的照片一样 他用到的技术呢 叫做磁局限融合 只不过 电影还是电影啦 因为磁局限融合 他的实验装置 其实是像 现在右手边这个装置一样 这么这么的庞大 大家可以找一下 这个照片里面有一个人 在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比例 有多么悬殊 那这个装置呢 他称为托卡马克 OK 内部的构造呢 就像是一个空心的甜甜圈 我们让核融合反应的物质 在里面进行反应 但是同学 如果你有想到 核融合反应需要 很高很高的温度 像太阳需要一千万度 所以 这些物质早就被融毁了 怎么可能存在呢 所以科学家想到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 为什么叫磁局限 就是用磁场 把这些高温的物质 局限在磁场里面 不要碰到旁边的墙壁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它在 磁场内部 好好地发生核融合反应 而我们的墙壁 我们的装置也不会融毁 但是同学 其实这个装置啊 是1980年代的装置 比老师还要老 你说那么老的东西 现在还有人在做吗 有 现在国际中呢 有一个 国际热合融合实验反应乳的装置 它在2007年成立 有7个成员 35个国家共同打造 我们称为它叫 30年养成计划 10年养成就够久了 还30年 怎么说呢 因为它要想花10年来建造 20年来测试 希望可以真正达到核融合的发电 那这个计划超强 因为所有东西都用亿来计算 温度想要达到10亿度C 功率想要达到5亿瓦 而且重点是 钱要烧掉至少100亿欧元 实在是太厉害的计划 你说那这个计划不切实际啊 现在有人真的在用核融合吗 有 什么地方在用 战针就可以用 好 那在用战针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核融合的优势跟困境是什么呢 它的优势就是原料取得容易 因为我们在大海里面 都可以取得我们的材料 而且产物呢 也会没有辐射线的污染问题 但是困境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它必须要够高的温度 够高的拘束时间 而且目前来说 输入的能量大于输出能量 不合啦 没有人要做这个事情 OK 那我们接到刚刚说的 有没有人在用 其实有啦 战针就在用啦 因为战针不计成本的啦 所以氢弹 就是利用核融合反应 来产生大量的能量 造成杀伤的现象 所以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哇 氢弹的威力也是满强大的 只不过氢弹要发生呢 总是要有人点火 输入能量啦 它就是利用一个原子弹 核分裂的原子弹 先触发我们的核融合反应发生 所以才造成氢弹这么大的威力 最后呢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一堂课 跟大家介绍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温度要够高 速率要够快的两个原子核 才能够克服静电排斥力 融合形成新的原子核 第二个 核融合反应呢 它虽然产生很大的能量 但是来自于质量的减少 不过同学要记得 职能守恒永远会成立 第三个 核融合的技术呢 因为成本关系 输入大于输出 每核没有人要做 目前尚无法商转 最后一个 核融合呢 是我们指日可待的新能源 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 可以看到核融合反应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 跟大家介绍的课程 我们下次见 拜拜